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小马AI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RESNet残插网络 咱们再挑战一次C法10的数据库 数据集 是这样 上期我给您介绍一下C法10的图片数据集 对吧 然后咱们用两种不同的模型 分别计算训练了一下 怎么样 效果不太好 两个模型 一个是60%的成功率 一个是70%的成功率 其实不是很理想 那两个模型咱们用于学习 平时玩一玩可以 并不能用于生产环境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严谨的模型 有这种严谨的论文支持的算法 让咱们可以用于生产环境 其实很多了 现在业界 我给您推荐一款 叫做RESNet残插网络模型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模型 再挑战一下C法10的图片数据集 看看效果如何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ISNet的简介 第二咱们就利用ISNet 咱们再挑战一下数据集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好不好 OK 首先我先给您介绍一个官网 这个其实是微软研究院的官网 它上面有好多人工智能的论文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如果您今后想在AI人工智能上 作为您的职业发展方向 我非常推荐您记住这个网址 其实谷歌公司也有类似的网站 今天咱们先看微软公司的 Go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网站 虽然是全英文 但是没有关系 一般咱们通过Clorm翻译的话 马上能翻译成中文 非常的不错 大家请看 都是关于AI的论文 包括一些调试信息 那些knowhow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网站 也推荐给您 您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 看一看 好吧 OK 今天这个网站内容就说到这里 然后咱们说一说ISNet的简介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小马视频都喜欢用这种非常简单的话 四两句就给您描述一个复杂的事 今天我给您描述一下 ISNet 它是2015年由微软研究院的院士 这位老哥 提出了神经网络模型 它有哪个特殊的地方 别人没有 它其实是在ISNet里面 它增加了一种叫做残差块的 这么一种非常小的结构构造 它干什么 它可以跳过咱们不必要的计算 其实包括CNN的系统 咱们如果设计时有好多的计算 咱们是逃不掉的 不管怎么走 都要计算 那么在ISNet里面 它通过一些逻辑判断 跳过一些不必要的计算 每个计算叫做残差块 然后它可以跳过去 然后我就不做一些个 比如说非特征计算 对吧 它可能是发生这个操作 它解决了咱们普通的CNN模型 无法处理深层结构 以及各种性能恶化的问题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DN还是CNN 都面临了一个层数越深 是越不好办的问题 对吧 ISNet它解决了部分 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吧 关于ISNet是这样 我不想在这个视频中 给您做更多的解释 我在这个知乎上找到一篇文章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看 我觉得这篇文章讲的非常的好 如果对ISNet感兴趣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详解创伤网络 这篇文章我认为讲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叉块 它可以去跳过去 然后最后热度激活 是吧 OK 再回到我的课件当中 然后关于ISNet的论文 我也给您总结了两篇 有兴趣朋友也可以去访问一下 但这些论文都是英文的 在这个网站 有很多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论文 这个网站我也非常喜欢 而且我有很多论文 我都打出来看 像最近我就打出来一个 对象侦测的论文 OK 这是一篇论文 然后还有另外一篇 我给您看一下 OK 这两篇论文也非常的推荐 您学习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地方 可以做PDF下载 完全没有问题 OK 再回到咱们的课件 接下来就是实战演习的部分了 是这样 这个残差网络运行起来 非常非常的慢 是这样 我在我的本机做计算 因为我的GPU还算是不错 大概是NVIDIA 2080 应该是最新的 虽然不是泰坦 但是2080 性能也很不错 我在我本地计算将近三个小时 然后我用Google的collab计算 也两个多小时 所以说 这个代码 如果您没有GPU的话 我推荐您最好用Google collab云计算的方式 用GPU的话 还得接近三个小时了 对不对 OK 咱们简单看一下 一上来 我把这个log都屏蔽掉 然后这是引用一些KELAS的CNN的层 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学习率的改变 然后这是调用模型 这是优化算法 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下 这地方是前期咱们没有的 这叫什么 这叫一个图片生成 掺水 比如说咱们拿到的图片 可能数量不是很足 对吧 但是咱们怎么就想精确的算出来 需要图片掺水 什么叫掺水 就是说把图片 比如说稍微放大一点 稍微缩小一点 稍微往左移动一点 稍微往右移动一点 稍微旋转一下 对吧 然后反转一下 比如说左变右 右变左等等 把图片掺水之后 让本来咱们测试数据很少的数据集 增加它的数量 比如说咱们只有100张图片 通过掺水可能变成500张 可能变成1000张 便于咱们计算 对吧 这非常好用 下面这个是正泽化 这是对数据优化的一个算法 一般是L1 L2 最近用L2 用的比较多 这是玩热 然后这个代码 我不想一行一行给您讲 但是这张代码 我已经跑完进行验证 您可以去试一下 我认为这个代码 还是可以操作的 好不好 您甚至可以调试一下 用于您的生产环境 大型生成卷积层 是残插块A 我这里面做了两个残插块 一个是残插块A 一个是残插块B 然后我在构建绑络的时候 用一个残插块A 然后乘上17个残插块B 这我改一下 这样行 OK 然后这个是降低学习率 当学习不见效果 或者说学习效果不明显的时候 咱们把学习率再逐步的降低 这就是现在这个代码的意义 OK 然后这个就是说 咱们再调试咱们的这个数据集 然后判断 这地方我给您说一下 这个在我上一期的时候 对这个数据做预处理的时候 我没有用这个除R55的方式 我是用正则化的方式 用正则化的方式 稍微差 或者叫正规化的方式 稍微差一些 这个地方我今天把这个数据改成了除R55 相对好一些 反正都是归一 对吧 OK 这是输入形状 是这样 咱们在这KELAS编码中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像咱们以前做的 生命一个sequence 是吧 然后用这种顺序加层的方式编 这个我今天用的是函数式的方式编 这两方式都可以 函数式的编码方式 稍微的难度大一点 但是稍微的灵活一点 OK 这个代码 我都会放到今天的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然后这是编译用到了我的优化函数 然后这种参数传进去 是评价 然后这个代码打论出咱们整个结果去 这个地方 是这个 我要生成掺水图片的做法 这些参数都可以调整 您跟您实际的情况 做各种各样的调整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参数没有正确答案 您说我调用0.1号 还是调用0.2号 还是调用0.125号 没有正确答案 我都是按照我的实际测试结果 给出来一个关于这个数据级的一些参数 在您的业务逻辑系统中 在您的图片级的中 可能用的不是这个参数 可能您这个地方需要好好再调优一下 OK 这个是进行训练 这是保存结果 这是显示咱们结果 然后最后 我还要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考试 对吧 然后最后显示一下整体的结果计 这就是大概的样子 这个代码 我今天不准备在我本地测试 我准备把它放到Google Club上 咱们跑一下 好 那咱马上建一个 上期跟您说过 用这个云盘 然后咱们在这建一个Google Club 然后这个地方 那咱要做设置 一般新建这个Club记事本的朋友 要把这个运行时类型改成GPU 这样的话会比较快 TPU 还要针对TPU做一些编码 所以说呢 稍微比GPU有点难度 GPU傻瓜是拿来就拿来就用 好 我把我的代码考上 今天的这个视频可能不能给您跑完 我会一会儿会给您看一下 简单我跑完之后的结果 考过来 好 然后咱们直接先连接这个虚拟机 它肯定是虚拟机吗 远方 OK 咱们先跑一遍吧 我看啊 我现在默认的是跑一百遍 是一遍 这地方咱们要跑一百遍 我今天先跑一遍 如果咱们第一遍能跑通话 什么代码可用 然后呢 这地方改成一百 您在您的这个信息上再去跑 再去看 咱们先跑一遍 因为是刚运行 所以第一遍应该是上来先下载 大家请看先下载 但是谷歌公司的这个网络非常快 马上就下载完了 然后这个数据 五万个四十数据 然后一万个考试数据 对吧 三十二乘三十二乘三 这个图片 有朋友说三十二乘三十二 很小图片 这个计算量就已经很大了 你要再大图片 那计算量更大 所以说GPU有时都不能满足 业务需求得用TPU 对吧 TPU很贵 谷歌公司好像对这个TPU 有收费计划 非常非常的贵 反正一般咱们个人学习是用不起 只能是企业用户来考虑的问题 OK 现在开始计算 刚才那个时间花在什么地方 花在构建网络 因为我这个代码中 是构建了一个参差网络 它构建网络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现在开始计算 包括构建网络 包括图片掺水 那个可能稍微花一点 预处理的时间 现在开始计算 所以我觉得谷歌公司 能够提供这个collab 对于学生朋友来说 真的是一个福音 一般学生朋友 可能买台Mark 对吧 怎么会有GPU 对吧 所以说他们想做 AI科技 虽然可能门槛比较高 难度比较大 多感谢国公司服务 OK 学习完了 因为咱们只学一遍 所以这地方咱们看不到太多的结果 然后下面是图片 最后是结果集 大家请看 我这么多数据 结果预设出来 是5180什么什么都写出来了 但是咱们看一下 人们只运行一次考试成绩 44分 44%的准确率 就算不错 对吧 比咱们昨天的30多 要高很多 对吧 这个系统 我运行100遍之后 效果会非常的好 也不能叫好 我这先跑着 咱就不看了 这个肯定跑不完 这个大概要跑两多小时 不管了 回到我的课件 我这套代码 跑完之后 结果我给您看一下 我这有一张图片 大家请看 它在缓步的增长 这个蓝的是学习的正确率 这个黄的是考试的正确率 大家请看 他们两个在这个点80的时候 突然间成绩上来了 是吧 咱们学习成绩率 咱们展示一下 或者咱们看考试成绩率 这个橘黄的 大家请看 已经超过了90% 对吧 在超过90%的话 一般来说 在我的运行范围之内 是可以用于生产环境的 对吧 但是需要有人监督 需要有人在边上看着 比如扫产品 扫完产品之后 这个钱出来了 它一看 我可以没问题 大概90%成绩 大概93%的成功率 所以说 就可以用于实际生产环境 当中去了 我是这个感觉 然后一会儿 您要是愿意 把我的代码 在您的记忆上 或者在您的Google 上跑一下 您应该也能看到 跟我一样的结果 超过90%的正确率 我认为这个 就可以用于生产环境 好吧 然后今天的课程 就给您介绍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 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这个地方 我建了一个GitHub 大家请看 如果对这个代码 有兴趣的朋友 您下载我的代码运行 然后看看您实际的结果 能不能出来 好不好 如果您的结果 跟我结果大相径庭 比如说您用我的相同代码 但是您的跑100次的话 您最后的结果 可能只有70% 80% 那您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残杀网络 真的是一款不错的网络 今后我还会 有时间我再给您介绍一些其他的网络 比如说Google的网络 也是非常的不错 有时间我都会给您介绍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点个赞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